王宇宙 你满意了 我现在家破人亡 再无还手之力 你总算是报了 当庭节问之辱 受人愚弄之耻 求神尊 放过我母神 求神尊放过我沐山 沐光已经死了 不坏了 你可毁了 若不是你 他怎会如此 要说毁 也该是你毁 我的确是毁了 本尊不是个喜欢追忆往昔的人 更不惜承认自己的过失 可我后悔六万年前 将你从凤族带回朝圣殿 要杀便杀 说那么多干什么 你让我在青龙台受惩罚 无非就是想让我在众仙面前 颜面扫地 那些天君何在 也让他们 看看主神的狠局 不必了 那是我给沐光留下的情面 我偏不领你的情 我患你的罪 万死难输其一 可目光无辜 月迷无辜 警戒无辜 我不会把你关入九幽炼狱 更不会让你魂飞魄散 你的罪孽 由我当年一念而起 也该由我做个了断 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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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沐山 你身上已无神力 凤族血脉已被本尊收回 从此 你不老不死 非人非妖 非仙非魔 历尽各种病痛 却永不入灵魂 受永生孤寂之苦 山谷生存 王氏爱你 敬命 你怎么能如此狠心 我诅咒 我诅咒你永恃不得所爱 也常常这万年孤寂 永生之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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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辍 wrn 床 气 气 气 请建兄 我森宇对天发誓 只要我还活着 这营生骨就想不了 两族和解 是他的毕生心愿 希望你说到做到 若是这事故上的裂缝抚不平 我森宇 亲自下去向你赔罪 本尊就要回神界了 如今这天界闹成这样 只有交到你手中 我才能安心 神尊 我只会打架不会致力 我怕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你心中早已明晰 所有的是非对错 做任何事只要凭你本心 便不会出什么大错 可责任这两个字太重大了 我只想在这儿守着它 先要两族 积怨颇深 若想化解他们 所有的误会与偏见 但是靠森宇是不够的 你也说了 这是警戒毕生的心愿 本尊答应你 若是两族 回到往昔 你留去自便 你知道我会来 除了你 还有谁会来找我 早点带尚古回去吧 我已将苍穹知境的所有灵力 注入到台苍枪上面 再加上你与尚古的修为 想必 足以打开神界前门了 元启知道 定会发脾气 你本就是他的主人 六万年前就是 红日 待我们走后 你一人难免孤单寂寞 就让他陪着你吧 怎么 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天道之阳 替我问好 何时动身 快乐 趁着我们走之前 多陪陪元启吧 你这一世 最对不起的就是他 元启调皮 这百年来 辛苦你了 如此美差 可算不得辛苦啊 你儿子性子 甚讨本座欢欣你 这一点 可不随意啊 倒是你 隔三差五的 变身成凤人 行鬼祟之事 怎么样 很伤神吗 你父神的身份 出现在他面前 是不是不知道说什么 怕他接受不了你啊 本尊这倒是有个好法子 可解你燃眉之际 你说 阿启酷爱神兵 一直想要一件 属于自己的专属神兵 配的这事 都快磨了我数十年了 他的法器 随便打造一把辩客 为何不满足他 如此美差 自然是要留给你啊 这阿启长了第一颗牙齿 走的第一步路 说了第一句话 本尊都替你见证过了 至于他的第一件 随身法器 自然是由你亲自 给你儿子打造比较好啊 怎么样 本尊这个法子 如何 好喝